两人一组收拾帐篷 行李也都打包好 集中在一块 还很多人排成一列一列 向前搜索地上 有没有漏掉的垃圾 这场南韩主办的 世界童子军大会 各国团队准备撤赢 人尽力让现场整洁 但在这之前 这里可没这么干净 不只太脏乱 参加人数最多的英国也抱怨 活动期间得不到 他们特定需要的饮食 等于让不少队员饿肚子 同时还得面对 极端热浪肆虐 他们才决定率先离开营区 英国同军参加的费用 一个人折合台币 大约就要14万元 离南韩不远的台湾 参加的费用根据简张 也要将近四万块台币 花这么多钱 因此因为台风不能住 撤到首尔的饭店 却还批评传出 睡地板提在狭小空间的惨况 现在正值暑假忘记 饭店根本没有太多空房 但首尔师傅表示 他们还是会 保一万五千人的名额 寻求大学宿舍 或者公共设施等场所 请他们释出空间 卡安努台风的影响下 现在整个世界同子军大会 150多国 四万多人全速撤移 南韩政府已经出动 一千辆游览车协助 要让活动在首尔 继续办下去 TVBS新闻做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